共同理念 全民發聲 MyRadio2011 讓我休息這幾個月吧 我在樓下有露啤的樣子 很怕我先放假 但你要說一下 你不要一開始就已經說了 跳得很遠 說自己可以過很舒適的生活 不是舒適的 就是不要被消費主義吵醒 首先說一下 你一聽這些消費主義的廢話 你已經知道這些是左旁 這些是左旁 這就說不對的 這裡有條線 那邊是左旁 左旁我喜歡左逆人 以身犯險 全民發聲 撥發城市論壇 提升證人品利 逢星期三晚10點至11點半 MyRadio 有馬祖黎 劉翁 星市醫生 新海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它摧毀了兩千多年的軍主專制制度 在廣大人民中 傳播出民主共和國思想的種子 促進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新發展 新海白蓮華滄桑 逢星期二晚10點至11點半 主持 墨葉城 謝二芳 主持 墨葉城 還有一位 主持 墨葉城 墨葉城 加上 五星期三晚10點半 旁邊的無論壇 主持 墨葉城 最新發展 全民網上足球節目 最好玩的配搭 最強烈的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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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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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和別人提供 我們上個星期 剛剛食證足球明星頒獎典禮 我們即場在報道 甚至乎捉獎者在電話訪問 有些行家 我不敢說什麼 有些意見 是不正面的意見 不是的 我永遠都是看他們側面 比如說我們沒有像別人做到直播 又說我們自認最聰明 是嗎 我們自認過嗎 不是 我聽粉絲說 我聽網友說 其實不要緊 我們尊重任何人 我經常說 最好多一些網上足球節目 百花齊放 當然 你認為有不足的地方 就盡量做好它 我們還有很多不足 雖然我們好像在MyRadio的環境下 因為已經擁有龐大的聽眾群 但這不是我們這麼快就滿足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仍然會繼續做好 大家也保持著繼續進步 大家的心想和球迷分享自己的個人看法 或者在本地球來說 大家都想推動 球迷的立場 我也覺得不應該分門別類 譬如Nigel 你在打氣的時候 我不會叫你閉嘴 就算我不認識你 是嗎 尤其是我和香港代表隊 指名道姓的球員打氣的時候 我覺得去到這件事 如果大家的球迷之間特別是 如果你用香港隊來做一個引指的話 就是大家支持香港隊 有什麼理由我打氣你叫我閉嘴 就是他可能是在捧香港隊家 不是 我在說那些 有些職員在小西灣那些 叫人家小聲一點 打人家的時候 這樣說話 這是香港足球很難進步 如果你去到這裏 譬如說問的東西 不可以尖銳一些 或者直接一些 是嗎 真的有很多東西 這個慢慢說 所以我們這些行家 大家努力進步 因為球壇已經不夠人多了 如果再不團結的話 我們都做不成什麼氣候了 又或者永遠問一些很行的東西 那些自圓其說的東西 那就是這樣 不如你不要問 我替你回答 沒有去到那一刻 放心 所以你為什麼現在看到體育版 雖然我知道 因為有賭球 或者有其他東西的關係 同片的關係 但是你為什麼 跟我們七八十年代看的體育版 香港球的報道 哇 幾多版 一版兩版 現在是屬於德國的下半部分 是嗎 是呀 有時候還沒有賣 為什麼你今天會引流 球圈中人 或者傳媒 本身大家有一個相互牽制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 要承擔很大的責任 這件事 我們就反了 反了 反了 好 一來講了這個 你想講波3000還是U21 沒有所謂 先講U21 先吧 U21 我們先前也有在節目上講過 為什麼遲遲沒有這個播影 打到兩場分組賽 分組賽少了八場 給我們直播看 才來呢 是不是因為今屆的戲碼弱呢 也有些足球周刊 這屆是史上最弱的U21 我又覺得你怎麼算到 這屆是史上最弱呢 我真的不相信你 穿過穿過青島 當然啦 德國 意大利 荷蘭那些 進不了去葡萄牙那些 當然是你認為的 排面上史上最弱 OK 那現在死了 四腳的真的死了 就英格蘭出去 哈哈哈哈 還要是主辦過丹麥游 沒得玩 我們首先 西班牙 我們上兩次都講了很多 不過輕輕講一下 西班牙其實這隊球 今屆的射門 次數不多 如果真真正正 你說每一場球 他起腳中籠的次數 我告訴你 對英格蘭射中過三次門 對烏克蘭射中過四次 對捷克射中過三次 我說的是中龍門框 加上十次裡面 他竟然進了六個球 即是平均不用起兩次腳 射中框的話 如果射中框的話 每兩次之內 起碼有一球 即是進了一顆 對 而且你看看他們中場線 為何經常說英格蘭金架 中場線表現差 就是 整條中場線 他有一定的犯規程度 但被人侵犯的程度 也相對多 查韋馬天尼斯 匡里拉 和泰亞高 艾簡達拉 幾個球員都被人侵犯 如果你說說的話 查韋馬天尼斯 他在三場球中被人侵犯了十幾次 這些就是中場 在跟別人角力 他們的技術 控制形勢 以及如何跟別人周旋 所以他們的後防打得這麼穩固 因為前面的中場 都幫他們撐走了 這就是英格蘭 英格蘭 英格蘭被人每次直接打到後面 英格蘭被人侵犯最多 那個竟然是左後防 佩蘭德 每次都來我那邊去 大哥 你真是死定了 另外馬達的助攻非常出色 還有阿祖安努比斯 他這架射中框的次數只有三次 於是乎就入了三球 於是乎就入了三球 這就是恐怖 其實還有你看到西班牙大部分的入球 現在沒有影片給你看 我想我很難說足球分析 很多情況之下 永遠都是人少打人多 靠流動 兩下就已經湯穿了你 一個直線馬達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是很精彩的足球 我覺得放豬 我不知道B19你可不同意 如果放豬與成年國家對打的西班牙U21 我想都是歐洲一流實力 絕對是 因為這隊球本身有幾個已經是大角腳 另外馬達 查維馬天尼斯 簡直是世界杯角腳 你看到最後面那場 你看修里拉交的直線幾十馬 完全穿了 你看看眼界多準 而且越讀球能力是高過這班 之前好像Nagel你所說 大家可能會對主辦國丹麥 很有這個寄望 其實他們今屆射中籠的次數 高於其他球隊 起碼十幾次 他們有二十六次射中籠 但最後只有三個球 是入球 僅次於他們的 原來已經是瑞士的十五次 你想想比數 射中籠的次數差那麼遠 但是入球 也只有這麼少 把握性 其實這個也是 丹麥足球未來發展的 一個要解決的問題 瑞士呢 這架出名的銅 是在哪裏呢 就是多犯規 有六十次犯規 瑞士這隊球其實有功德 有和你磨得這隊球 也有一個沙基利 大家都很關注 射中籠次數的 在這三場分組賽中 最多的一名球員 好了 解釋了這幾強 捷克其實犯規都是比較少的球隊 西班牙同樣都是犯規比較少的球隊 西班牙犯規比較少 他高你這麼多 被人侵犯就多 他常常都六十幾%的 protection 都不用犯規 黃牌不少的 有八個 但其實大家拿著八個 反而瑞士這麼多犯規 真正拿牌只有五個 真奇怪 好了 大家不如在這個時候 可以分析一下英格蘭 究竟死在哪裏 我覺得英格蘭無論是被人侵犯 或者是侵犯人的次數很低 我覺得這個跟他們 英格蘭傳統的衝撞足球 體力就一定有了 你起碼看到他們入球 75分鐘之後入球 但是那個 會不會有一個斯文座呢 在場上的表現 我覺得這個風格就真的 怪怪的 這對球令我想起世界觀中 去到第三場 都還不知道陈瑟應該怎麼排 很奇怪 去到第三場還要試人 他不是說要留力才放閃階硬 那些 完全是開頭的兩場 不行才放回那些人 皮瓦斯真的 雖然未來跟皮瓦斯 逐多兩年弱 我覺得這樣看 皮瓦斯的功能 在於凝聚一班球員 那個氣氛 但是在戰術調配上面 我自己個人 也是巴菲的奧高美斯 那類偏激 我對於這個丹尼路斯 我覺得他連 各位熱刺的粉絲 不好意思 我覺得他是那些 鷹甲鷹冠的技術水平 一尾多個硬 但是慘得皮瓦斯 還要相信這些人 放他進正選 但上半場四十分鐘 就已經沒有了 除了對西班牙 我一場出過兩個漂亮球 之外 下半場一出來也沒有了 但是你要去到五十幾 六十幾分鐘 才換閃階亞 那些出來 你就浪費了 閃階亞上一場正選 挺好的 完全不同了 起碼前方不用回來 使律力士 你經常回到中場拿球 前面哪有人 整隊球沒有隊形 進攻也沒有套路 後面解圍大腳清上去 然後又是鬥跑 鬥哨 踢法還會維持在很低水平的階段 我覺得 你不可能在這些大型杯賽 會獲得成績 尤其是後防 史莫龍打得不錯 大張之鋒這個 這個打得不錯 但是對著哲克 輸回1比1這個球 其實他有沒有責任 輸回那球 我覺得 非爾中斯的責任比較大 沒錯 其實未輸那球之前 非爾中斯已經脫了幾次 已經是很危險的了 不好意思 測試一下 捷克13號球員 在這場英格蘭輸 比捷克1比2 這場球很關鍵 其實有幾下 捷克做得挺有組織性的 還有挺到肉 不過是不幸入不到 上半場也有兩個 我覺得 我覺得 要觀察一下 是否真的這麼高 這個球員 制空能力是沒有問題的 但他的防守意識是有問題的 如果相比起 拍攝斯摩寧 老實說 斯摩寧當然是高一點 至少他 確有大張之鋒 另外龍門的費定 我覺得 一開始不會對他有太大的信心 大家都不少看他的球 但是 這幾場球 他反而是後方 雖然有失球 但你沒有什麼值得去怪責他的地方 一對習佩蘭特 以及基爾獲家 我覺得 第一場對西班牙那場 搏得太盡 每方遇下 但是 都不止丹尼老師 這個卡華 他又要再擺他出去 你放得 史過史加亞出來 你不要丹尼老師 那你就抽起卡華里 你第二場不放他出來 第三場你放他出來 做正選 你為什麼不放蘭斯貝利 我都喜歡蘭斯貝利 多了卡華里 我真的覺得他瘋了 蘭斯貝利的用球是好的 高過這個 還有創造力是挺高的 不過我覺得 為什麼平常不放他打正選 某程度上 跟回後的防守意識 差一點有關係 慘了 我看他每一場 都只有回後的分別 沒有勢 但是你在這個形勢 不贏不得的情況下 為什麼不早些放這些人出來 真是奇怪的 還有 文尼斯貝利 我看到第三場 我自己才是茅斯頓 為什麼 牽達神好像沒有什麼 波到腳 第三場對捷克 牽達神就好了很多 因為分工清晰了很多 文尼斯貝利又要做上腳 又當自己是沙比蟹浪素 你牽達神又打那些位置 是不是要固著球來用 重疊了 對 如果不放他 放一個粗粗的門桿棒 就完成了 皮亞斯 真的 不太會用人 還有很多人都說 這隊球有些主力沒有下來 就是韋孫雅和卡路爾 主要是說 說真的我都放下來都是輸的 不會差很遠 根本上整隊球都沒有隊形 你放哪個下來都是這樣 放下去你都懂得用才行 想像在賭比十九下 放卡路爾下去 他也是一種做法 八加一斬 就是斬頂 我反而覺得 今次英格蘭的前鋒質素是挺高的 就是韋迪克那些 斯杜烈志那些 我覺得是比韋迪克更高 光蒙事實 斯杜烈志也是其中一個射中籠最多的球員 好像有八次那麼多 無論起腳各方面 意欲是非常之強烈的 看他對西班牙那一場 前線好像他一個人打了 我看第三場就是 你軒仔那些 原來做到這些事情 雖然都是橫傳的 比較多 起碼像中場派牌的人 你為什麼前兩場 加上熱身賽 你看到第三場分組賽 只有兩分的情況之下 要跟捷克拼搏 那時候才來做 你已經遲了 但你又要用卡華利下去 你自己捱 喜歡扔石頭 在自己的腳上 皮亞斯是否值得流下去 我覺得對 或者這樣說 你U21 球員打完今屆 下屆都不見得多 沒有所謂 皮亞斯現在又做了卡比路的助手 可能拿人會比較方便 如果繼續做U21 拿人 不會妨礙他 又要搶這些 大小腳 我猜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再這樣踢下去 都不樂觀 如果譯音這個名字 你怎麼譯 這個13號 其實那天捷克 這樣說法 他輸第一球給英格蘭 他會連接斬出來的球 他會76分鐘 是13號 不定韋碧克 跟他離行 但他最近韋碧克 謝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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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國人 你記不記得 那個就是韋碧克 一些攻擊球員 回到自己禁區 防守的時候 責任上 一會問一下 我們的專業足球員 就知道 但也不能太怪 韋碧克 因為韋碧克 他也是回來什麼 這個就是因素 為什麼 你回到來 你不是全心全意防守 被人一仰就過了 那個球 那也是玉穿了一點 但你對他沒有什麼要求 那一下 應該說 對他沒有什麼要求 但是 我們以前看的英格蘭 是厲害的 真的 被人追回1比1 很簡單 1比1你沒有希望 但我會怪中斯多些 這些球球 我們認識的英格蘭 就是這些情況 一定是踢了才算 沒有可能不讓你過 某程度上 現在的球員 可能新教育比較貴 踢太空球 弄傷了怎麼辦 怎麼算 那也是 球會又罵到捉腫死死 還要大壓轉會 接下來很多都還要 去到88分鐘才輸回2球 其實我當這場球1比1 我覺得2比1的球已經不太重要了 都沒有關係的了 真的沒有關係 所以如果是打著和 或者是輸多球 都會出局 是的 U21講完 咦 你的球衣這麼夠時間講呢 留待下個星期 留待下個星期 因為我們有嘉賓來了 我們不如訪問一下嘉賓先 下一節再談 OK 下一節再見 再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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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